就是我拿全部养活你我都能养活起 但是问题不是那回事 对你明白吗是不是 我一个人养活你 我养活三个孩子都养活到现在了 何况你一个老头子 我养活不清楚 那行了 但是事实不是那回事 这李大爷算是老年相亲界的老人子 上次相亲不是成功了吗 这怎么又来了呢 什么情况啊 这事情还得从红娘小哥说起 有一天小哥还在跟周公下棋 就收到了大爷的连环轰炸 发的信息不是孤身一人逛街的视频 再加上悲情的软弯 后来就更明目张胆了 冷床冷屋一人睡 一直没有暖过背 上天好生之德 大哥求我不得 为了尽快让自己脱离苦海 小伙只能迎难而上 李大哥 今天是穿新衣服了 新衣服 咋来的你 开车来的 开多长时间啊 一段时间 那么长时间啊 就是因为咱们相亲对象 工作时间不太方便 你可以来这儿跟他相亲的 那走吧 咱到屋里聊聊 走 到屋 要说这年头找个媳妇不容易 怎么出了没几天就分手了呢 不是我不出的 是原因不出啊 是什么原因呢 开玩笑 开玩笑 都真烂 你开了啥玩笑啊 不想出去不想出去什么过来 我说叔叔溜溜溜去 我去吃饭上你家 上你家出门 喝醋的话 我就不走 开玩笑 不吃豆 不是我肥肉 开车 你说我能干 我能喝油吗 这不开玩笑 哎妈 你脑子进水也没安排水管吗 这不就是坟头种牡丹 死风流吗 说到这 小哥也听不下去了 于是开始 哭口婆心的圈倒起来 有没有人说过你说话特别直 特别能怼人 那其实还不好啊 非得回玩啊 那你有的时候你跟人相处 或者是不是特别熟的人 你这么说话 大家会容易误解你的 要说老头这脾气 还真不是一般能驾驭的了 上一秒态度还算端正 下一秒又翻脸不着人了 又有啥烙 这哪是小事 这个俩人沟通上是大事 又有咱俩烙的 咱俩烙的 先烙啥 咱俩的啥烙 该烙都烙了 都输了 说话还是这么直接 大哥 我想跟你多聊 一会儿都被你怼 我说不是咱没有脾气 只是你还不值得咱生气 谁让咱干的 就是服务行业呢 还是赶紧给这大爷 找个老太太 自己也好轻轻耳根的 李大妈 今年60岁 退休金1140元 没房 两人刚见面时 大爷的态度还算可以 但是一进屋就鼻子不鼻子 脸不是脸的 咋了 怎么又狗脸不长毛 翻脸不是人了呢 没想中 我不说话 没想中 话说人在胯下死 做鬼也风流 你给我介绍过这样的 我风流得起来吗 虽然说着没想中 可这嘴是一刻没闲的 一恶作就跟人打腾起 人家的动作情况 现在跟哪住 我一方都在医院住 跟医院住 连医院 我去厂南门那块住 我那边跟医院 你坐20路 直接到孟阳路下车 我儿子下个路 就不用倒车了 我就去过两次 他结婚我去过一次 再一共去过两次吧 儿子可能 上马里怕 你又要上上去了 所以是有急事 有特殊情况 他过年要去 我都没去 我也没时间去 就是打两份工哪有时间呢 每周休息一天 打两次工呢 打两份工 就是在中日打两份工 白天上一个 各五号楼 晚上各手术时间 七号楼不有手术室吗 手术室上一份 就为了多挣点钱 了解到大妈能但又吃苦 态度也开始温柔了起来 没想到直来直去的大爷 刚刚有所收敛 直来直去的大妈又上线了 不用跟我东扯湖西扯瓢 看上看不上 直接当面罗对面骨 别耽误我赚钱 首先是农村人 工资没你多 其他别的 没我多 你这两份工资还没有我多 两份工资那不是固定的 你不是国家 你凭我的高的三倍来 不用你就不用你 咱们长话短说 因为他们也忙我也忙 我本身这一千多块钱 第一你想不想我工资低 第二我这人的性格是个极限的人 不像人说的 我谁能算慢些人 我谁说 我干活嘛 就是沙龙坏那种的 不是像人说的 有给予我的那种的 我不能 我干活摸过呀 看这样不是摸过眼 真摸过 看我成慢了 看这样你以前上过电视台 要不他们咋熟一 大妈一听瞬间明白了 既然跟红娘这么熟 看来在相亲界也是老油条了 既然已经被你看穿 那咱也不沿着藏的了 从去的时分 就开始上电台 上电台 你以前看穿就没有的事 也没选那么一个 哎呀 选 有的80% 女方也不同意 为什么 听话们 听到这大妈算是明白了 要说老头长得还算过得去 既然女方都不同意 那肯定是有其他问题啊 我想问你大哥 就是当你说老伴的时候 你跟老伴都啥条件 小子 活生 有伴 再起安心心 过日子呗 那你的工资咋支配 能老科啥的呢 你的工资咋支配 咋花就行 那可不那是咋花都行 得有个故意花的 是不是 得了吧 磨眼里推稀饭装什么糊涂啊 要说这大妈也是山里的活力 算计一个顶俩 毕竟自己现在打了两份工 收入也非常可观 找个老伴 必须得是锦上贴花 可不能是货不担行 假如咱俩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收工费 你全部拿是咱俩互相抖打 那我拿就行 我拿 你远拿就拿 不拿 我拿就行 那我肯定不能拿了 首先提议我挣的两钱 我找老了就是养了我后边的 你现在不是挣收费工资的吗 你都不能 这不挣是我自己的赌力成果 假如说有一天我不挣 假如说有一天我不挣 这不是常常的钱 来吧 现在说你不拿 收费工资的挣几钱呢 收费工资 你处理一下害一份老宝 加费工资不三份吗 其实我现在挣吗 还要付钱不拿 加费工资就是五千块钱 跟你比真不多 五千 我说那七不仙嘛 五千 假如说你不给我承 你跟一人一承 你都不能提出说 两个人都拿生活费 那谁都不能加给你 可以这么说 就这个生活费 你难以应该承担全部 明白了 找个老伴管制管喝管度 你出去一天打了两份工都揣兜里 这不就是明摆着想找个长期发票吗 大爷能干嘛 第一 男人还得承担全部 那生活费肯定能承担 女人就 硬承不晃 男人还得房子 还有我的 我没提出房子 房子那我从来没提 如果带来床主任 我娘的房子有你三倍的 就是带过来 农村房子不赶紧 我们室里这些钱 我从来不提房子这问题 只要我住地就行 人家咱们先这一回 有机会咱们再一起再聊 行 大妈怎么也没想到 一句不合就收摊了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 世财如命的老太太 于是大妈又开始挽起了马后炮 就是我拿全部咬活你 我都能咬活起 但是问题不是那回事 对你明白吗 是不是 我一个人养活你 我养活三个孩子都养活到现在了 何况你一个老头子 我养活不进去 那行了 但是是 不是那种事 煎冰果子下毒药 别来这一套 既然斜菜了 还扯这么多干啥 我还要忙着见下一个老太太呢 没时间听你在这坟地卖步 回车 你也赶紧去赚钱吧 老铁们 记得明天做好小板凳 大量的乡亲之惹 还没结束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